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数据而言 猛龙是应该打入季后赛的 奈何附加赛不敌公牛 被挡在季后赛大门之外 事实上 自19年伦纳德离开猛龙后 后者的战绩是一年不如一年 自由球员市场开启后 猛龙进行亮眼的操作 无非是用范弗利特换成了施罗德 数据对比 范弗利特场均19.3分 7.2助攻 施罗德场均12.6分 4.5助攻 防守端 在范弗利特对位防守下 将对手命中率从50.2%压制到了47.2% 同样的条件下 在施罗德防守与否下对手的命中率 均为46.3% 也就是说 没有效果 综上攻防两端数据看 用范弗利特换成施罗德 猛龙是在减配 更深一层的含义 新赛季多伦多人就没想走得更远 这对胡人来说 无疑是非常好的潜在补强对象 说到猛龙让人引以为傲的地方 无疑是联盟首屈一指的封线群了 尽管休赛期 佩林卡引进了雷迪时 普林斯 再加上续约巴村磊和原有合同的范德比尔特 让胡人在封线上也实现了富足 但和西亚卡姆 阿努诺比 斯科特 巴恩斯相比 胡人的封线还是差了不少东西 以阿努诺比为例 进攻端 以38.7%的命中率场均命中2.1G3分 防守端 在其对位防守下 将对手命中率从48.6%压制到45.8% 差至2.8个百分点 多说一句 阿努诺比多是领防对方箭头人物 如何杜兰特合计队位23分21秒下 限制其18投6中 命中率33.3% 因此 更能说明不俗的防守能力 当然 鉴于阿努诺比是联盟炙手可热的3D球员 胡人是没有筹码交易到的 不过 对胡人利好的事 据名记马克·斯特恩报道 如果未能和西亚卡姆达成续约的话 猛龙将会考虑交易后者 事实上 已经有老鹰等球队对西亚卡姆进行了报价 只是猛龙方面要价很高 这里需要说明的两点是 其一 在范弗利特离队紧紧填补施罗德后 猛龙对空位还是有需求的 这样 一定程度下拉塞尔也就有了吸引力 其二 从筹码角度看 西亚卡姆的要价比阿努诺比还要高 显然 胡人也是没有筹码 第一点很直观 来说说第二点 猛龙对西亚卡姆聆听报价 我认为俨然就是胡人好兄弟的存在 理由一 胡人自身 需要说明的是 西亚卡姆是两届全明星 是猛龙绝对的核心 如果选择交易 基本上意味着猛龙要重组了 这样一来 对拉塞尔的需求就更大了 先不说拉塞尔的极战力 单就这到期合同 就非常有利于猛龙后期的重组 乃至重建 理由二 胡人外在 以往西亚卡姆这样的明星交易 涉及的球员筹码都会较多 如此一来 因为球员名额的问题 必然会有不俗极战力的球员被踩 那么 胡人就可以出手去抢了 胡人的优势在于曝光度 一位打得不错 后续就不筹合同 如蒙克 施罗德 关于第二点 还可以引申出 涉及明星的交易 短期内很难达成一致 如此前的哈登 利拉德 如此一来 一些有实力的自由球员 也只能等了 如伍德 带利拉德交易出结果后 再决定下架 这时 需要说明的是 等着等着各支球队 薪资空间就没了 那么 基本上都是开出底薪下 胡人这优势就出来了 结合以上两点 对于猛龙聆听西亚卡姆的报价 不论从自身还是外在 都是有助于胡人的补强 这么一看 可不就是好兄弟的存在 帮助补强 另外 尽管现在NBA的大部分球队 都已经完成了新赛季的阵容组建工作 但仍有一些球队 可能面临着不小的动乱 其中 费城七六人 毫无疑问是最有可能发生变故的球队 他们的核心后卫哈登 依旧渴望离开 就算七十六人方面放出各种消息 称他们会将哈登带进训练营 并且全队上下都希望哈登能够回心转意 但哈登的团队对此并不买账 而且在删除了个人社交账号上的 七十六人球员标签之后 哈登再一次明确了自己的态度 虽然哈登正在参加中国型的一些商业活动 不过他也很清楚自己和七十六人之间的恩恩怨怨 并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哈登对着所有人宣布了一个重要决定 那就是在他剩余的职业生涯时光里 他再也不会和七十六人总经理莫雷合作 在同一支球队共事 哈登的原话是这么说的 莫雷就是一个大骗子 我再也不愿意 也不会和他为同一支球队效力了 我可以再重申一遍 莫雷就是个骗子 我再也不会和他在同一支球队共事了 尽管哈登是在中国型的现场炮轰的莫雷 但也可以看出 哈登已经决定 把他和莫雷之间的矛盾彻底摆上台面了 如果说之前仍有不少费城的球迷 希望哈登可以回心转意 那么在哈登如今公开声明 并且无情炮轰了他们的总经理之后 这也就意味着76人肯定会在下赛季开始之前迎来巨变 要么76人管理层妥协 接受快船非常一般的报价 送哈登离开 要么76人的高层需要为哈登搏一下 辞退莫雷 然后继续安抚哈登 看看能否让哈登回心转意 总而言之 如今的压力来到了76人高层的身上 很明显 当队内的核心球员和管理层决策者 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之后 双方继续合作 也不过是浪费时间罢了 76人需要在哈登和莫雷之间做出选择 对于76人而言 现在他们确实处于一种骑虎难下的境地 因为这个时间点更换总经理 绝对会对球队接下来的运作造成影响 所有计划都会被打乱 但如果不换掉莫雷 哈登离去置心坚定 他已经做好了摆烂的准备 没有跟随76人进入新赛季训练营的计划 届时 别说是运作计划被打乱了 76人可能在赛季还没开始的时候 就要宣告下赛季的失败了 他们将开启一个十分混乱的赛季 这也不是高层希望看到的 实际上 在哈登和莫雷的矛盾里 火箭其实早就给出了答案 当莫雷做出欺骗球员的事情之后 最佳的答案 就是让莫雷卷铺盖走人 将他扫地出门 这种和球员之间 都无法产生信任的总经理 绝对不是一支争贯球队该有的决策者 而当时火箭 因为莫雷的无脑言论 遭到了严重的损失 76人不该走火箭的老路 他们应该尽快处理掉莫雷的问题 最好是立刻将他辞退 在哈登被莫雷欺骗 并且公开炮轰了后者之后 越来越多的球迷开始理解西蒙斯了 西蒙斯曾是全明星前锋 但最终他和费城决裂 这离不开莫雷的运作 当时西蒙斯的交易 也是一拖再拖 拖到球员心态崩溃 到了训练营 西蒙斯开始拒绝回归 双方闹得不可开交 如果不是哈登站出来 解决了76人的燃眉之急 恐怕直到现在 西蒙斯和76人的闹剧仍在持续 这也能看出莫雷在运作方面的水准 有多么一般 这一次 哈登公开炮轰莫雷 他的做法有些突然 但硬气的哈登 还是得到了支持 76人随对记者霍华德 就公开力挺了哈登 他称莫雷就是一个糟糕的高管 把NBA所有球队都骗了 还把76人弄得一团糟 即便是一些冷静的记者 他们也都指出 在哈登和莫雷的续约事件当中 双方都存在着问题 总而言之 莫雷绝对逃不掉干系 站在哈登自己的角度 他确实要硬气一回 哈登年纪已经不小了 如果还在76人这么耗下去 妥协 最终哈登钱也拿不到 冠军也得不到 一旦哈登选择服软 他的下场 不会比西蒙斯好太多 后者甚至出现了心理方面的问题 而哈登要做的 就是在这件事上继续保持强硬 莫雷和他76人只能留一个